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王一博或是小兄弟的情况下 宾客们都需要演出 他蹲下去绑鞋带时 看到地面上有水迹 悄悄地拿着膝关节擦了擦路面 又老老实实地站回黑鹰的角落里 或许那时他话不多 给他的镜头也很少 可是 在百姓大舞台的小角落 灯光效果很有可能打不上的地区 王一博真心实意而接默的心地善良等了好长时间 他靠实力 勤奋 谦逊 真心实意和心地善良走过来 16年的王一博 拼了命伸手抢麦克风 夺走讲话演出的机遇 现如今的演艺圈 没有他那样一步一路逼上来的人 阅历丰富的小孩 会把握住每一个机遇 当背景版的时候 专属话筒都没有 要举手才能发言 伸手认为到他了 去接麦克风 结果又被别人取走了 那时 善心把手上的麦克风拿给他人 结果他人忘记了归还他 他伸出手去 接没到的猛圈和迷失 他一直在角落 在摄像镜头外的演出舞台边缘 在木地板上投入了许多勤奋 才坐着那一个部位 在得到一分钟上下的摄像镜头以前 你所征得的全部阶段 都是会量力而行 是他的信心 他的目标 他的工作能力 他与如今的状况作斗争 随后获得他要想的成功 碰壁 尝试 努力工作 没有强大的后台 只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 谁也不可以变成第二个王一博 你会在什么时候 我可以变成第二个王一博